接着来看到 继欧盟与印度和日本签订基础建设协议之后 再推出欧盟连接国际策略 路透社报道 欧盟怀疑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 是借由基础设施连接欧亚以扩大影响力 因此而推出这项计划来与中共竞争 12日欧盟外长同意启动一项连接欧洲与世界的 全球基础设施计划 这项计划叫做欧盟连接国际 德国外长马斯12号在布鲁塞尔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 中共利用经济和金融手段 增加它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影响力 欧盟必须提出替代方案 在欧盟外长峰会发布的新闻稿中写到 批准欧盟连接国际策略 凸显了欧盟需要采取地缘和全球战略 来实现互联互通 目标是推进欧洲的经济外交和发展政策以及安全利益 并推广欧洲的价值观 同时这一计划将有助于供应链的多样化 战略自主提升欧盟和伙伴的竞争力 欧盟外长还呼吁欧盟委员会鼓励私企投资 最慢在明年三月提交一份基础建设项目清单 这些项目应该要有较大的效应和能见度 例如铁路和港口扩建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中的数据传输和电力网等 路透社报导 欧盟怀疑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 世界由基础设施连接欧亚扩大影响力 因此提出这项基础建设计划与一带一路竞争 虽然这份文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 但路透社报导 一位参与起草的欧盟外交官解读 这份长达八页的文件写满了中国 新海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